中文字幕志愿者 明镜与点点栏目 秋高气爽的午后 这里是台湾许多老人 休息聊天的地方 但你有发现吗 在他们身边的大多不是子女 而是外籍看护工 小店有份 小鞋小帆 随着台湾快速高龄化的社会 越来越多子女没办法在父母身边照护 根据统计至108年底疫情爆发前 有将近26万的乙工在台看护 但是晚年只能和乙工一起度过吗 这里是位在桃园龟山的一处养生村 里面住着各种形态的居民 不论是单身双老相伴还是兄弟姐妹 只要年满65岁拥有健康并且行动自如的身体 都可以来到这里居住 有志工推着轮椅晒晒太阳 好友碰到面也会到生早安 就算子女不在身边也不孤单 她是八十岁的属于奶奶 因为儿子在德国常年没生活在一起 所以选择自己一个人到了养生村居住 我就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在德国 那能靠吗 我不想去 真的不想去 除了我媳妇的家人以外 没有任何朋友在那边 那我想这种生活真的很孤单了 你不喝咖啡的 这个 奶奶自己在这边生活了八九年 即便没有家人的陪伴 但透过自己的兴趣爱好 让她也结交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除了像属于奶奶这样独居的人 这里也有与家人同住的居民 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奶奶 手指拐杖一步一步向前走 她是高龄九十三岁的村妹奶奶 因为老家住在旧公寓 没有电梯行动不方便而搬来这里居住 她看到你以后会拍照挺胸的 也因为年龄比较大 不太能够与其他人互动聊天 所以大多时间都是女儿陪伴在身边 刚刚抓那两只这样走路 有没有很痠 然后你会痠 脚外痠 然后你在今天是不是有那个安全感 有 是因为我还在身边吗 对 有百分之多 对 对 来到教室里有优雅动听的鼓针旋律 也有活泼的肚皮舞 还有训练手脚的肌力运动 这里每天都有着不同的课程活动 不用担心生活枯燥乏味 而房间内的各个角落也有许多设计巧思 可以看到从门口到房间 每个隔间的地板都是没有门槛的 在浴室内也有加装安全扶手 还有在床头客厅都有设置急救灵 许多针对长辈贴心的小设计 让他们可以睡得安心住得放心 银法住宅的形态也不只有一种 这栋看似平凡的公寓 里面却住着一对特别的住户 亲切的互动 不说还以为他们是一对母子 其实他们是相差四十岁的室友 可以 其实我会这个韭菜煎蛋是上一次 因为韭菜剩下一点点 都会把它煎 就觉得还好 餐桌前显化家常 五年前Eva在主乳网站上找到了Look 彼此互相关心 互相学习 感情就像家人一样 这个早安都有不是种很多玫瑰吗 对 对我要打字啊 这个 还是要从笔开始 就配合他桃红色 一阵子因为我陪朋友 那比较常不在家 他就会问我说 姐你有心事吗 可以说出来 说不定年轻人可以给你不同的建议哦 蛮我醒了吧 我确诊的时候其实 Eva姐就给我很大的温暖 帮我买吃的 或者是帮我准备一些药物 虽然说住在一起 但彼此还是保有原本的生活 既可以拥有自己的空间 同时也有另一个人在身边照顾陪伴 彼此踏实的 不会觉得说就只有自己一个人 就比较有安全感啊 比较安定 然后安心 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推估 2022年底 我国福劳比将会来到24.9% 所谓的福劳比就是老年人口 除以青壮年人口再乘以100 换言之 每四个青壮年就要抚养一个老人 少子化加上平均寿命延长 未来福劳比的趋势只会攀升的越来越快 虽然银法住宅逐渐新盛 不过因为抚养方式的不同 导致东西方养老形态的差异 西方的社会是属于接力式的 这个抚养方式 就是我教养我的子女 我的子女在教养他的子女 不像我们是回馈式的 是反扑式的 就是父母养我 我就要回养父母 受到传统观念影响 在台湾多数长辈还是选择在家养老 这是现在我们最常见的养老形态 张鹏奶奶与儿媳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女儿也时常回家与妈妈相聚 每当孩子回家 奶奶都会准备一大桌丰盛的饭菜 奶奶说最快乐的时光 就是能和家人团聚 看着孩子都在身边 在子孙满堂的环境下 满满变老 对张鹏奶奶来说 家人的陪伴就是最大的幸福 现代人平均寿命 可以活到80岁以上 从65岁退休到死亡 平均还有15年的余命要度过 不论是养生村 轻盈共居 还是在家养老 都可以是未来的选择 但不管是哪种形态 亲情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才是维系老年生活重要的扣还 想要在退休后 可以自由选择不同形态的住宅 除了要在年轻时好好打拼 累积财富 最重要的莫过于是要拥有一副 健康的身体 唯有这样才能有机会去享受 各式各样的老年生活 健康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每次都可以好好打拼 再玩